哇,雨后的草原 就像是你从满是灰尘和泥土的城市里 一下登到了玉龙血山上 空气足够的新鲜 天空足够爽老 看,一半是晴天 一半还是乌云 乌云中夹杂着彩虹 多漂亮 我感觉雨后的草原 我也憋得格外的漂亮 刚刚下过一场大雨 两种雨 一种就是慢慢悠悠下好几天 另一种呢就是急雨 我刷刷刷就给这个地面补充了足够多的水分 但有一点就是急雨容易夹杂着冰雹 这就是农民的这个控扰吧 可以算是 到了这个干旱季节 你最盼雨来的时候 下来的这种急雨是最容易下冰雹的 然后刚刚的雨来了三次冰雹 就是一场雨大概下了一个多小时 但一个多小时中间加了三次的冰雹 我给大家看一下 看见没 玉米叶子都打成丝了 它这个草原上这个雨呀 它是一片一片的 咱们家这个东边的地头呢 就打成这样的了 但是西边的地头呢 要比这好一点 就是说雨的风部的不均匀 和这个冰雹风部也不均匀 这就是农民 盼雨盼雨盼盼盼 很可能就盼来了冰雹 如果要是种的菜被打了以后 基本上就得拔掉了 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很多人奇怪 为什么种的这么密 我们这个不是玉米 这叫玉米节杆 主要就是秋天的时候 玉米杆和玉米棒 直接打碎了 做成青植 给牛羊吃 所以它就种的很密 它不是为了出玉米棒子 等我们长大了以后 等我们真正都接手了 父母手中的锄头以后 等我们再种了地的时候 等我们再养了羊的时候 就明白什么叫 历历兼辛苦 一岁一枯绒了 刚刚姐夫站在院里 我们说 你干啥呢 她说下过雨了 真高兴呀 我想宰一只羊 庆祝一下 但是她一回头说 玉米地也被冰包打 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喜和这个杯夹杂着 同时进入你的生活中 这一场雨还是蛮大的 这些坑坑洼洼都有水 有这一场再加上太阳一晒 马上就绿了 满眼的绿色 夹杂着点点的白色 这就是草原最美好的景象 希望这个景象 能持续整个夏天 很多朋友说 想要来草原上玩 你们最近可以动身出发了 马上孩子们就要放假了 你们可以来骑马 可以来放羊了 草也长高了 现在的草原 不能给你风吹草地 线牛羊的景象 但是它还是足够 让你的心里放空 享受这大自然的一带 哇 这新鲜的空气 这微风吹着 哇 好舒服啊 欢迎你来我的草原